很多人或許對直播這個行業都會充滿一些想像或是好奇 那對妳來說直播它像是什麼 其實對我而言啊 剛開始開播的時候真的滿尷尬的 然後一直在自言自語啊 然後後來其實就很像按了一個按鈕一樣 就開始會分享自己的生活 對 越來越生活化這樣子 哇 想到那個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絕對是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擺脫的那個青蛙裝欸 妳知道有一陣子旅行的青蛙很火紅嗎 然後那時候我在主持那個一期問答節目 然後其實我本身是一個藕包非常嚴重的 但我們的工作人員去租了一套青蛙裝 希望我可以穿上它去主持 哇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真的穿上去主持 其實但後續效應我跟你講真的不誇張 我大概有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直播是喜瓶 全部都是呱呱呱呱呱呱 我根本看不到那個聊天的問答欸 旁徬嗎 我覺得其實我算是蠻在乎別人對我想法的一個人 雖然其實知道並不是可以控制每個人在想什麼 但是當你在意的人 然後你在乎他的人他不再上線 他沒有再來看你的時候 其實都會想想是你也是會冒出一些聲音 覺得是不是自己哪裡不夠好 或是是不是自己哪裡要該改進 我覺得這蠻難免的 那你呢 你什麼事情會讓你覺得蠻彷徨的 其實我剛開始加入一些時候都沒有人認識我 然後剛開始也蠻低潮的 其實我中途真的很想要放棄 因為就是覺得沒有什麼人是不是 對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熬過欸 因為我就像剛剛講的嘛 其實在直播的時候要顧慮到蠻多人的情緒 那有些時候自己也會發生一些事 像有一陣子我們家裡同時 家人就是身體狀況不太好 那時候我其實沒有辦法兼顧到直播 沒有辦法兼顧到家庭 所以我那時候是先選擇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讓自己慢慢調適好自己的心情 然後再回歸 那其實真的很感謝 因為這次回歸的時候 其實喜歡自己的人 還在身邊不離不棄 我覺得這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一期就很像一個大家庭 大家有著相互扶持的精神 我覺得加入一期真的很幸運 我呢 其實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別人擁有的東西 然後就羨慕 但其實我們忽略了他背後 可能付出的努力 或是他辛苦的事情 那我只是覺得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不錯了 然後要更知道自己 可以發光發樂的地方 那但是遇到挫折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特別謝謝 自己扶持在自己的家裡的每一個 支持自己的人 然後因為有你們 有一期才有今天的我 那接下來的五年 讓我們一起走下去吧 我的感覺 你不 Andrea 你可以加入情節 當初百合 人士跟零水 三個月 那 incar市橋